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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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禅风 历久不衰 随着时代的眼镜 禅风也更具有底蕴 拥有美国宾州大学建筑设施学位的林正伟 以其建筑专业及特有的空间思维来设计 并运用现代感的材质将禅风精髓贯穿其中 让生活动线 机能与外在环境相结合 呈现出自然人文的调性 展现出禅风新的风貌 Modern Zen 其中一个位于台北市大直区的案例 更是荣获2012年台湾市内设计大奖 TID奖的肯定 在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做了一个L型的一个天花板 它把旁边的一个建筑立面给它滤掉 然后让它主要的景观面 跟主要的外在的环境 变成focus在最正前方一整面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滤翼 所以我们把所有室内里面的夹具的尺度 我们都希望它尽量是一个比较低台度的一个尺度 然后我们让原本都会很传统的会有一个电视主墙面的一个设计 把它变得转化成是一个非常比较低台度的一个实木平台 所以当人在公共空间里面游走的时候 它的视线跟外面都是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连接 也试着去挑战说 不要让它的每一个面 它就只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面 像是天花板 我们做了一个天花板的一个折面 让它的天花板的界面跟墙面的界面融合成一体 然后我们也使用了一个金属的一个线条 去划破它原本一个天花板的一个面 然后让它的视线它呈现了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视线的一个效果 其实我们挑战了更多的一个材质的一个可能性 除了一个深色的一个L型的一个木皮之外 我们其实在实材也做了很多层次的一个组合 除了那个刚刚比较深色的石头跟一些比较杀眼 比较自然质感的一些进口的磁砖 还有一些很细部收边的很漂亮的一些镀钛金的一些玫瑰金的镀钛板这样子 我们还使用了大量的一些烤漆面 让这样子的烤漆面可以去把这种原本比较冷冰冷的一些食材的材料再跳回来 然后有一些视觉的一些亮点 它那个食材它是一个就是它有很大的一个花纹 然后我们在那个食材面我们在它的过道跟在它的厨房的主墙面 我们拥有了这一块的食材 对所以你会感觉行走在期间的时候 它不只是一整面的一个面墙的一个感觉 它比较像是一个块状的一个亮体的一个感觉 对然后除了这个黑网石的这个有表现性的食材 我们另外又选了一个是很对比性的是一个白色的一个食材 所以一黑一白它们都是比较有一个表现性的一个花纹的一个食材 去呈现它这个比较有高调的比较有一个奢华质感的一个空间表现 除了清景岸外 林正伟设计师另一个位于新北市细致的大宅 也同样运用modern zen的设计概念 将空间与自然相互连结 呈现出不同样貌的内涵与质感 看到的格架就会想到禅风 modern zen当代禅风当中格架是重要的元素之一 正伟 是的 其实因为格架它很能呈现一种 就是把自然引到室内的一种感觉 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一个禅风的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常常会想要使用一个格架的元素 来增添这个空间的它更有一个自然的一个意味 对 那在这个空间里面它其实很特别的时候 你会看到是一个双客厅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感觉 两个起居室 两个客厅 所以我们在这里设计了一个这个格架 它更能呈现一个那个格架 它可以把一个视觉的穿透 然后一半的遮掩的这种很特殊的一种氛围 可以呈现出来 而且光跟影都从窗户或是这一颗起居室带进来 影自然入室的设计风格 让生活空间回归更自然 纯净并且宁静 俐落喜恋的线条建构出自然蝉翼的空间质感 也放缓了生活中紧张的情绪 那这样子一个空间我发现 其实它非常非常的方正 对啊 其实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案子的时候 我们特别去顾虑到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拿掉一个房间的一部分 让这一个外面的这个窗 沿面的有一边的景观 可以进到这整个公共空间里面 并且我们在玄关里面 我们做了很多墙面的一个动作 去对应这个很漂亮的一个房正的一个格局 所以让人一进来这里 它可以感觉到这个公共空间 它其实是非常稳定非常安静的这样子 事实上如果有很多的家具 或很多的人人脚脚啊 就不够简洁了 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这些设计里面 其实我们特别考量到这一点 然后我们把很多柜子的厚度 其实都坐在墙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 这整个墙沿面是非常漂亮的 然后利用这些格杂 作为一个虚线的一个串联 让这边的墙面 可以这样整个延伸过来 去呼应这个非常方正的一个 公共空间的一个感觉 是 其实因为在这一个空间里面 它的屋主的设计地位 其实是稍微高一点 所以其实我们会希望说 藉由一些很对称性的比例 去把他们的这一个 很安定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空间 去呈现出来 是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做一个 比较现代或是比较年轻的设计里面 我们常常会做一些比较不对称 或是说一些比较几何的分割 感觉现代就会觉得好像是要不对称的 比较活泼跟年轻 对比较稍微活泼跟年轻 可是在这里我们让它更内敛低调 然后所以我们在这里 在这个格杂门旁边 我们做了一个对称的一个双拉的一个玻璃门 那在后面的一个餐厅的一个主墙面的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对称性的一个开门的开口 然后中间做了一个很内敛的一个食材的一个墙面 是 对 去呈现这个空间的一个深度的感觉 将房间坐落在公共空间四周 有极佳采光的优势充分发挥 结合大自然与室内空间的表情 更贴近modern zen的设计精髓 同时主卧室的大片落地窗 也是屋主绝佳的观景地方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在之前郑伟北投的案子当中 也看到了就是 他将窗外的绿印带进室内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家 其实窗外的都市景色跟山景 也带进了主卧房 对 其实在我们设计理念里面 我们一直非常在意一件事情 就是室内的空间 它怎么样跟一个外在的环境 做一个很完善的一个结合 是 那像这个案子里面 它很特别的是 它其实除了它的空间的 公共空间是非常的方正之外 它把所有的卧室都推到 整个建筑的外围 然后它让每个房间 它都可以感受到 一个窗外的一个绿印 跟窗外的一个空间的一个景观 在材质的运用上 Modern Zen承袭传统日式禅风 透过大量木材质自然连接公司领域 每种材质的运用都能表现出最原始呈现的质感 整体空间更显无压又具深度美 在这个家运用了一个对我来说 非常有气质的木材质是铁刀木 是 那我们这次特别选拥用了这个 石木拼接的这个铁刀木 它其实呈现了不同的一个材料的一个质感 每一片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 对 那有些地方你可以看到它一些竖节的一些呈现 那有些地方只有一个指纹的一个表现 其实我们整个在一个壁面的颜面 包含我们的格杂 甚至是我们的柜面 其实我们都用了一个统一的 像这样子一个深色木头的一个材料 让这整个空间感觉非常的沉稳 非常的舒服 木材质之余还有一个食材的部分 对 像这样子非常温润的食材 其实是在当代铲缝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可是我们这次使用了一个 非常特殊的一个食材的做法 一个是比较雾面的 一个是比较镜面的 我们用雾面跟镜面两种不同的一个 食材泡面的处理 去让这个空间它更有一个 比较华丽的一个质感产生 这边是比较粗糙雾面的 这边是比较光滑的 在另一边电视主墙的一个材料面 它其实我们使用了另一个非常透的 一个白色系的一个石头 因为我们虽然说这两个面 它其实呈现的一个空间的质感 跟整个颜色的感受是有点不一样的 怎么说 比如说我现在看到餐厅这边 因为是用餐环境是温馨的 对 比较温暖 对 那边要怎么指定 那边我们说到说 它看起来是非常干净清澈的 然后并且因为外面的自然光 它其实会有一点带到 这整个客厅的一个区域 是 对 所以其实像这样 非常的白净的一个食材的表现 它可以让这个空间的感觉 它感觉非常的清爽 然后很舒服的一个呈现 其实我们这次在这个当代缠缝 这个设计概念里面 我们特别使用了像这样子 一个金属的一个镀态板 我们希望说让这个石头跟木头的线条 可以藉由这样金属的材料 可以有一个更漂亮的一个轮廓的表现 难怪你会用在包括墙面的部分 跟柜体的部分 用框起来的感觉 有一种呈现亮点的味道 对 其实我觉得当代缠缝的这个风格 是因为其实很多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屋主 我们常常希望说帮他去思考说 一个比较内敛人文 很舒服的一种居住的环境 对 那大家常常会思考缠缝这件事情 你怎么样让你的居家 可以有一个比较内敛 然后很舒服 然后有一个低调接近自然的一个空间的感觉 可是当我们在设计里面 我们不能让他像原本的残缝那样 感觉是比较 就是还是希望说 在他的那种残缝空间里面 还是保有他原本生活 可能是一些很高级 很舒服的一些材料性进去 然后让这样子的两件事情 它可以互相结合在一起 而呈现一个很舒服的 一个当代残缝的一个空间感受 看到没有 金波 这位怎么回事 这里是浴室啊 青色的花转 就让这整个空间 它可以有一个很舒服的一个 低调奢化的一个视觉的质感